千人五段公益讲座 18K千人五段公益讲座的第48讲 现在开始 那么这一讲呢 我们主要还是延续前面的内容 形势判断的一些问题 那么我给今天的课程内容啊 起了个名字叫波云见日 那么顾名思义 什么叫波云见日呢 比如说有的时候啊 我们的这个局势呢 它是一种僵持的局面 或者说我感觉到我这个局面还算不错 但是怎么样才能呢 顺利的将比较理想的局面 转变成优势局面 甚至到盛势 这是一个很很 一个很缚拔的课题 那么很多棋手们都在追求这一点 但是往往呢 会被对方呢 找到时机纠缠不清 最后以至于 有的时候优势呢 变得混乱不堪 甚至被对方翻弹 那么波云见日呢 是我们在形式混沌的时候呢 能够把一些不在表面的东西 把它剔除掉 通过非常简洁有利的手段 把这个混沌的问题把它解决了 让我们的优势明朗 顺利的进入到后半盘关子结状 这是我们要研究的一个问题 那么这盘棋呢 我们要解决类似的问题 那么我们有什么方法呢 就是要设计战术 设计一套组合拳 这套组合拳打出去的时候 把这盘棋当中 在这个局面比较混沌的时候 一些关键的问题 一些不清楚的东西 把它明朗化 解决了最重要的问题 明确优势局面 比如说我们看目前这个局面 目前这个局面呢 我们要先做一些分析 我们来看一下 按照我们形式判断的方式 我们来分析一下目前这个局面 首先呢 我们从黑棋的角度上来看一下 黑棋现在的局面的上边 右边这个实地比较明确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右边的这一大块 这一大块的黑棋呢 大概有多少木棋 那么我们来看 怎么样来确定它的边境线呢 因为白棋在右边 我们可以判断它有这个右上 有这个二路拖 或者说是二路小间的先手 那么我把这个判断进去以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用三角号 来代表黑棋的边境线 那么右侧的全部是黑棋可控的实地 你白棋基本上在右边呢 是走不出棋来的 那么我们看这里有多少 大概是 这是28 23 32 33 37 38 39 这块棋将近40年 将近40目棋 那么我们再来看上边 在上边呢 这个情况 我们要把它分开来看 看什么呢 先看黑棋 右上这个高差这一带 因为白棋有斑接的先手 那么这块黑棋的空呢 它实际上并不大 它真正的确定地呢 大概是 就是五木棋左右 真的是这样吗 可能的 我们想象一下 如果白棋在上边依偎投入的话 这个黑棋的空就是这么大 它不会很多的 因为你无法吃出这颗白棋 所以右上角的黑棋 我们在右上角这个方向的黑棋呢 我们暂时把它判断成 我们判断它呢 是有一个贴幕的价值 好了 把右上角的高差当作贴幕放在一边 左上角是实木棋 标准的实木棋的这么一个判断 那么黑棋全局的空扣除贴幕 大概有五十目 这是黑棋 那白棋有多少木啊 刚才我想大家有没有时间 把刚才的问题 这个我在点黑棋梦的时候 马上起我点了一下白棋 那首先我们来看右上角 右上角的状态呢 我们这么来看啊 右上角正常 白棋的空呢 大体上就是这么多 这是最小 这个白棋是这样多 这是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二十十六十六 十六木棋一点问题都没有 不要点那个 不要看那个网上的形式判断 这个右上角 大概是十六木棋 好 我们来做一下这个加法 那左边 大概是一种什么情况呢 我们可以这样给它设计一下 这个黑棋 可以考虑这样飞一个跟白棋 做个交换 然后呢 我们可以判断 白棋最少呢 是这里给对方先手搬接 那么这一带白棋有多少空 白棋的空呢 是在这个三角号之内 十十一十二十三 大概十四木棋 层面是有的 它棋型很厚实 外侧的这个黑棋比较薄啊 这块棋将近十五木棋 我们刚按刚才这个确定空来点 大概有十四木棋 那么再加上左下角的 左下角这块棋呢 我们假设它 是按照一般的标准来点这块空的话是多少呢 十二十二加八二十 这块空有二十 那么如果没有别的问题 我们把圈子已经扣掉了 这里呢 是有五十木 这是白棋 好了 我们做一个粗糙的判断 一会再继续讲 粗糙的判断 如果左下角白棋全部成空 如果上边黑棋来不及违控的话 这个局面 实地方面双方差别的大 那么我们再看看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这个时候让黑棋有个挠头的问题 就是到底这个中处是什么状况 下边是什么状况 这是最头疼的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说的是 在左边到右下和下边 他们之间在这个区域当中 有非常多模糊的东西 谁强谁弱 是白公黑 将来是白公黑还是黑公白 这个事情说不清楚 也就是说扣除贴木的黑棋和白棋 去比较实际的话 双方似乎差不多 那么一旦是黑棋到上边去为空 它会增加多少呢 它会在中间这个区域 大概增加十木以上 十木棋以上的空 所以仔细算来算去 这个空可能会十五木棋左右 但是黑棋敢不敢去抢这十五木棋 这可是个大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现在黑棋贴起来去抢这个木 那么上边的大体上黑棋能围住这么多 但是你敢不敢这样下 我们看这个白棋这首飞 这首飞呢是一举多得 第一 他对下边黑棋发动攻势 逼迫黑棋回家 第二 照应着右边白棋的弱棋 第三 孤立左边的黑棋这块孤棋 第四 他还扩张的左下 所以你黑棋要到上边去捞空的话 你捞了十几木棋以后 这个局面马上就混沌不堪了 我想这样的分析 大家能不能认可 请大家给一个答案 如果你要认可的话 就请打一 如果你不认可的话 请打一 那么在我们这堂课的 关于行为判断的这个课程当中 我想大家千万不要点这个网上的行为判断 因为他会误导我们 我也看一看 我也没看 黑棋 他说什么 他说这个黑棋领先六目 是吧 盘面领先六目 那也就是说他的实际上也就差不多 但是呢 这个棋很混沌 你就看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底是这个是黑好还是还是白棋好 这个不清楚 好了 那么有基于这个原因 所以黑棋现在呢 要想把 因为黑棋的开局啊 他前面下的相对比较顺利一些 那么黑棋现在先有在握 考虑到左边右下下边这一带 这个没有定型 那么黑棋必须要设计出一套战术来 这套战术要做什么呢 就是我把这一带的问题解决了 在不损控的情况下 我把我这个后保问题解决了 就是说以后不存在白棋呢 这个通过搜刮攻击我得利的这件事 没有这件事的话 那么我要是能争到先手 在上边在补齐的话 那我不就是领先了吗 如果我们能够有效的设计这个战术组合 就打一套组合拳的话 那么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但是怎么来打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实战 实战呢 这就是常用的方法 先在脚上试探 因为这个脚上是白棋基本控啊 如果白棋不能保住左下这块控的话 或者说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 这个形成转换 不付出过多代价的情况下形成转换 这个白棋还能接受 如果你无条件的在这留下一个火角 好像是这个 白棋无法接受 比如说现在呢 黑棋在这里二路搬 白棋如果说 好啊 我把外面走得厚一点 那么我走这个 长嘛 这样的话 黑棋在左下角留下了一个火角的手段 这个火角手段我们要算一下 这个火角的手段呢 将来的定型是这样的 如果白棋左边 继续的 最后就是这个样子 黑棋活棋 那么黑棋活棋和白棋自补 去比较一下 这里呢 大概18木到20木棋左右 黑棋活两木 白棋要为的话 这个为多少木呢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这个 这是黑棋要活棋的话 是两木 那么白棋如果是自补的话 比如说这个棋走到这以后 黑棋脱先了 白棋自补 那我看看白棋有多少空呢 这里的白棋 那我们来点一下 12345678 9 10 11 大概12 12加6 18 这个白棋在等下叫18木 18木呢 再加上黑棋 如果活脚的话 有两木 那就是20木棋 这个活脚的价值是20木 它跟外围的厚薄无关 纯粹的20木的一个大棺子 那么黑棋保留这个20木大棺子 它就等于夺了一半 黑棋在这捞了10木棋的好处 这一点 这个我们在之前呢 讲过这个双方后手 我们就责败计算 那么对黑棋来说呢 这里等于是凭空 抢了一个石木棋的关子 那么抢完之后呢 黑棋现在就可以下来潇洒一点了 所以我慢慢的从下边出头 远离左下白棋的后卫 远离后视真爱生命 离对方的后卫远一点 然后呢 自己虚拟一下 又威胁着右边白棋的安全 用这种方式来逐渐的定型了 那么我再增到上边的补齐的话 黑棋在实际上就非常领先 即使上边被破 那么可以在左下角通过这个活脚 把自己的这个损失的异补回来 这样的话 黑棋呢 就相对容易把握一些 那么对于白棋来说呢 他不肯 你凭什么在这留下石木棋的关子呢 我要吃你 好了 你吃我 我就产生了打吃的先手 那么黑棋呢 在下边呢 就换了另外一种方式了 左右逢圆的方式 那么他来靠压 然后利用这个打 再走这个扭十字 黑棋到底在干什么 因为黑棋外侧相对比较虚 白棋相对比较实 那么我这个虚的对你实的 我去碰靠你 压强不压弱 碰靠你没有关系 我跟你形成一个转换 我们来看这个最终转换的结果 白棋在这个局部呢 最终选择了取地 为什么会选择取地呢 它的原因是右边白棋有一块弱棋 它选择取地呢 是保护自己的安全的作用 那么白棋捞取实地呢 主要是为了保护右边的安全 同样呢 黑棋呢 现在跟白棋形成了一个转换 最后当白棋把下边捕强以后呢 黑棋中到了上边的体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轮双方的战斗 其实纽十字呢 还是一个常规的战术 它没有太特别的地方 黑棋呢 就是占着自己呢 这个灵活的优势 我怎么获利都可以 白棋呢 他放弃了下边一些实地 获得了靠右下方向的实地 他也把自己的安全问题解决了 那么双方呢 也打完收工了 眼花辽落 打完以后再回头一看 这个形式怎么样 那么请大家看一下 黑棋呢 上边撑起一片 右边呢 四十目纹丝没动 那么黑棋在下边破库以后啊 他有一定的收复 白棋呢 下边 活力派棋有了一些木树 携拆栓被打开 损失了一些木树 天哪 在实地方面 白棋是有得有失 但是呢 黑棋 把当初这个混沌的局面 三下五球二的就会解决 解决了之后 再去为上边 这个形式就凝朗了 那么我们现在在做形式判断 我拖一下卵 请大家看一下 这个拖卵用一下这个网络的形式判断功能 那么网上判断说 黑棋领相似帮母 当然应该是没这么多的 我们现在不去细查它 因为这个判断呢 这个判断上边全是空啊 中府黑棋还有一些木树啊 还没死干净啊 这些都有点虚啊 我们不去管它 但是总的来说 这个判断对我们有一个借鉴的作用 就是黑棋啊 把这个局面 去简化了 由于我们刚才 我们刚才的判断呢 是它 双方的确定空 在上边黑棋没有围的时候 上面双方确定空是 差不多 如果你直接被上边下边这个战场就混乱 现在黑棋通过转换啊 似乎是白棋还可以接受 因为白棋下边实控 没没见这个白棋少多少啊 拆散被打被打破 然后下面还有一些木树啊 但是这个黑棋变后 就使这个局面变得非常的简单 我们设计了一个战术 解决了最重要的最根本的问题 然后就明确了 优势的局面 化繁为简 那么这是 非常非常 简洁有效的一种战术 但是要想让这个战术成功 我们如果只是去计算它的手段 并不是最关键的 最关键是我们要知道 为什么要用这个手段 因为我们之前做了一个判断 那么做了一个比较准确的形状判断 就是双方实空差不多 那么有一个厚薄问题 黑棋一直缠绕着纠结着我 那怎么办呢 我用左下角的适应手 让白棋感觉到难受 甚至是有一种 这个要受屈辱的感觉 他愤然反抗 在双方缠绕的过程当中 黑棋把问题给解决 这就是有效的战术 那么我们在形式判断 这个课程当中呢 因为有很多基本的一些技巧呢 是我们在很多书上可以看得到的 那么我的这个讲座当中呢 主要是突突一下在实战当中怎么样具体的去应用的一个问题 尤其是贴近我们业余棋手的实战 那么这盘棋呢 就是业余棋手的实战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下一道例题 好了 我们来看第二 第二个这个实战的战力 好了 我们把最后两手提前拿到 那么这是目前这个局面 那么我们要讲一下关于形式判断的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形式判断要帮助我们 随时摆脱局部缠斗 以转换的方式夺取更有力的发展空间 我们来看目前这盘棋 这盘棋续盘到这个地方呢 应该说头绪 主要集中在右下方 或者说还有右边 右下角显然发生了一场 和定式无关的一场战斗 我们双方的棋型呢 略微显立有一点 这个比较实战一点 似乎在定式当中我们是发现不了类似的棋型的 那么问题呢 这个纠结着黑棋 黑棋的角是比较肥沃的啊 但是呢在右边黑棋阵地相对比较薄 在下边有三颗子呢 它的强弱 始终是黑棋担忧的地方 那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普通来说呢 黑棋这个棋型呢 在白棋比较厚的情况下 黑棋拆到这个位置是正常的 但是白棋逼不住以后啊 这个黑棋有一点局促 因为这个黑棋到现在还没活 那么黑棋为什么感觉到压力了 请大家注意 这个黑棋感觉到的压力呢 来自于右下 在右下方啊 这个白棋啊 无论是利还是小尖 他都是先手 因为他这个局部扑一下以后 利是先手我就不说了 这个小尖也是先手 那么有这个小尖先手存在的话 那么下边这一带的黑棋呢 他整体上实际上是漂浮的状况 他眼泪根本就不够 所以为什么刚才说黑棋呢 他始终有一点这个不舒服的地方 就是下边这里 他无论是拆二也好呢 还是拆三也好呢 这个棋型啊 他总是要他起有所欠缺 我算是让他再补一个 你但是你黑棋补一手棋以后 白棋左下角的效率也很高 而下边的黑棋的效率仍然不够 白棋仍然可以入侵 相当于是什么情况呢 比如说 这个白棋至少可以走到这个点上来 那么这个黑棋的空啊 实际上就这么一点点 就因为右下这个手段的存在 而且呢 对于这个空小 所以黑棋他还始终有一种担忧 我将来这块棋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比如说将来这个白棋在这个A位啊 这个紧盯着黑棋这一块 让黑棋非常恼火 暂死不活的扔在这 有点不如所说 这是黑棋所困惑的地方 那么 实战呢 黑棋直接来挂脚 他的目的是 我直截了当的在这个局部啊 把这个定时完成 那么有了这个二线小飞以后 我再飞起来 这个棋行 你再入侵我就无所谓了 我下边是充分安定的棋行 哎呀 我这块棋安定了 那么我这个最大的新兵也就没了 显然白棋是不满意的 啊 白棋在这里打入了 跟上一盘棋 有一点相似的地方 那么上一盘棋呢 黑棋呢 是用一个常用的扭持住的手段 啊 来形成了一个 啊 转换 那么 那么 目前的 我们这个第二盘的这个战略呢 跟刚才还有所不同啊 不过呢 啊 也差不多 只不过呢 呃 上一盘棋呢 他就解决这个问题 他就 马上就变成什么 这个明显的优势啊 他把这个最大的问题 给化解掉了 那么现在呢 白棋来纠缠黑棋 黑棋用什么方法 啊 实际上在这个地方呢 黑 我们一定要注意一点 就是 我们要把很多的具体的手段 要考虑进去 比如说呢 我们一直 在注重 注意这个下边 白棋暗藏的这个小先和利的先手 所以就意味着下边呢 黑棋要想为空里为了多少 啊 现在白棋呢 不想让黑棋形成好形象 纠缠住白 黑棋 他的主要目的是 把这一代当作 战场 因为白棋右下方呢 放弃了脚地以后啊 他是比较厚的一个棋形 他要把自己的后势充分的发挥出来 他现在的理想是什么呢 他现在的理想呢 就是你黑棋出头了 啊 你黑棋逃跑 我白棋呢 跟你两侧缠绕作战 这个黑棋 马上这个局势就控制不住 我们有很多棋友在下棋的时候呢 包括我们这次讲的所针对的棋友 就是一成三次作战水平的棋友啊 那么有时候下棋啊 这个意气用事啊 或者说那我不战斗的话 我还是男人呢 嗯 那么我要轰轰烈烈的战死 我宁可轰烈战死 我也会窝窝窝窝窝的活着 所以就强行的作战 最后给自己变成沉重的招呼 吓得是又累啊 又难以把握 如果黑棋这样下的话 这个局面是极难控制的 怎么办 我们谈到了 说我们要有一个清晰的判断 要随时 要学会随时摆脱局部的缠斗 以转换的方式 夺取更有力的发展空间 那么什么是发展空间 我们先抬一头来看看全盘 这个全盘啊 它又除了下边以外啊 它还有左边 还有上边 还有右边 比较而言 我们要把下 左 上 右 这四条边的价值 我要做一个判断 一个粗犷的判断 那我想问大家一下的 就是这个 我们把这四个区域做一下比较 A B C D 这四条边 上下走的四条边 这个区域 我们做一下比较 请大家判断一下 在哪条边上 对黑棋来讲 在哪条边上捞取实际是 最重要的 我们说黑白双方需要争夺的最重要的地方是 什么样 是怎样 那么最大的 大家给他做一个排序 ABCD做一个排序 给大家两分钟的时间 下边放在第一位 我觉得是必然的 因为现在下边呢 是很急迫 下边这个区域区优先解决 那么 左边 我们把下边先放在一边 我看左边上边和右边 这三条边 如果要说选择的话 我们这样来看 左边的价值 和下边双方的选择 关系密切 这一点大家认同不 认同情大义 就是左边价值的大小 跟下边双方的选择 是关系密切的 下边选成什么样 左边的价值都会相应的一些变化 那么这是B点 C为了上边的价值 客观的讲 从宽度上来讲 上边最大 这个骑行的宽度是上边最大 这个大家同意不同意 够宽敞 面积最大 这个上边 右边 相对来说 这个B是小的 好了 那个大汉说了 我看上边C很大 大归大 它是面 它是这个可控的面积大 但是呢 现在这个局面有一个特点 就是白旗的左上和右边啊 它的拳头转得紧紧的 小样啊 你敢这个大张旗鼓的张文样 你看这个文样破烂不堪 你张过来我都不怕你 它虽然大 但是它未必急破 也就是说这个局面呢 可能会出现这种状况 就是下边的最终的归属问题 影响了左边 左边是不确定的 那么只有在下边的问题解决之后 我们才能知道左边上边 他们俩之间 到底哪一个是急破一点的 它的价值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 那么最终呢 可能才是这个右边的问题 大致上呢 是应该先解决A的问题 B C之间的排序呢 可能会B B D 可能会B B D 我们看到中间有一个排序 就是A B C D 或者AC B D 我觉得这个比较客观一点 但是呢 数字解决不了问题 我们要实在的拿出手段来 那么在这拿出什么样的手段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实战当中呢 黑旗呢 做了一个选择 什么选择呢 他在下边啊 不跟白旗纠缠 他在下边选择了放弃 靠一样 最直接简单的手段 这个时候想多了 往往呢 会比较乱 比如说 我为什么说下边的选择 下边的选择会导致左边价值的变化 举例子 比如说这个旗呢 走成类似这样的一个旗形 黑旗呢 张牙舞爪的把这个白旗封进去 然后呢 大体上我们就这样来看吧 比如说走成类似这样的旗形 下边 暂时划归黑旗的领地 划归给黑旗 但是呢 左边 就刚才说到这个币位的这一代 被白旗占据以后 这个形式变得混沌了 或者说至少是白旗希望这样 因为白旗当初全局都是赚紧的拳头的弃形 他现在为什么白旗很高兴呢 是因为左边黑旗的拆三欠债了 欠债了 他抢上边的时候就担心 那么下边呢 虽然将这条白子控制住了 但是他没有实地 你说黑旗 我难受啊 右边呢 因为白旗很厚 黑旗的那个拆四 那个阵型随便什么时候就可以给你打开 这个黑旗很牢 很不舒服 所以黑旗不能为了下边旗形的整齐 这个完全没有这个原则的放弃左边 就是为了A 而不要B 或者简单的放弃B 为了下边简单的放弃左边 那么也会影响到 左边的问题也会影响到上边 这个全局最宽阔的地方 那怎么办呢 来点紧凑有力的 来一个什么呢 这个小琴拿 你别在这练太极 没用 什么小琴拿 贴身呢 直接就扭断上去 这个局部呢 白旗啊 如果说对这类的旗形 他置之不理的话 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如果你置之不理 黑旗一手旗把旗走得干干净净 白旗就没有妙味了 跟刚才比较就差别大多了 黑旗变得巨厚无比 黑旗真的变厚的时候啊 这个事还不好说了呢 什么事不好说了 就是右下方这一带 有很多事情会发生变化 什么事情会发生变化 就是下边这一带 会有变数 为什么会有变数呢 由于黑旗整体巨厚无比 那么 他有分段白旗的几乎 他如果分段白旗 那么这两下边和右边两块白旗 居然他都不是活的 他都不是活得很清楚的旗 那么这就导致呢 黑旗右上 B位一带的价值发生变化 我们刚才有一点没有强调到 就是下边 A位的价值的发生 这个变化 会导致的不仅是左边的价值 会有区别 右上也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呢 如果下边黑旗变得巨厚无比 那么右下的白旗相对就变薄 他就有弱点 有弱点的话 那么黑旗经营右上 他就很开心 因为他属于是压迫是不是 那么他们有一种相互的关联 所以在下边白旗不能罢手 这是问题的关键 你收了手了 黑旗一补右上 马上发生变化 对转移 这个全局的利益的焦点 在不断的转移 所以下边的这个取舍的问题 很重要 那么白旗呢 不能停手 不能停手 你又有什么手段呢 白旗在这个局部啊 他还有一个类似这样的手段 比如说他打了一后长 你到底要哪边的问题 但是这个旗行呢 黑旗也许是可以 也许可以是用强的 但是这个走 走在左侧的 你白旗呢 未必能走出什么好奇 一会儿我们再看 我们看一下实战 实战这个白旗在局部呢 其实跟刚才有一点点的像 我们看是不是这样 白旗呢 在这个局部打了以后接 黑旗一拐 下边白旗还不能吃黑旗的时候 白旗呢 要运用手筋了 他现在呢 如果在这段呢 被黑旗贴下去 这个问题还很严峻 这个白旗还有 还有很多麻烦 所以白旗要动脑筋 他怎么动脑筋呢 他铺一个 然后再掂一手旗 把这个走完了以后呢 再去切断 这个时候呢 黑旗无法断开白旗了 这个白旗啊 把三颗黑子吞进来 不过吞进来没关系 黑旗在这个局部呢 把他给弃掉了 尤其这个贴的 这个靠在这的这个 小手筋啊 真的是让白旗觉得 渾身的不自然 如果白旗要是退让的话呢 那么我黑旗呢 在这个局部呢 就可以直接把你加住 那么将来 如果你敢管吃这个呢 你吃这个呢 会有问题 你吃这个的话 在这个局部呢 即便是你吃子成功 黑旗外边也可以是 换来铜墙铁壁 那么另外呢 黑旗还可能有一些 其他的变化 实际上呢 当这个白旗拐下去 将这个黑旗 愤然吃掉的时候 那么他等什么呢 他等黑旗去吃这个旗旗 等你吃掉他的时候啊 我再走左边这个小飞 哎呀 你不要再折腾了 我把你这三个吃掉了 我会有一个十多目的一块空 然后左边再飞 其他大厂再说吧 这个白旗在等这件事 等不到了 黑旗 弃了一轮子 还要再弃一轮子 白旗在这一代吃掉这些灰子以后呢 黑旗再弃子 他在这挂脚 这让白旗很痛苦 因为白旗要先被黑旗逼退回去 要先被黑旗 逼迫到脚内 才能够呢 使黑旗 这黑旗才回处不齐 这样的话 这个白旗 就由刚才的马马虎虎 现在变得是非常的不满了 为什么不满意啊 因为左边我们刚才提到了 还有一点呢 就是我们要用快速有力的手段 随时摆脱局部的缠斗 用转换的方式夺取更有力的发展空间 那么下边虽然这个我们说ABCD四条边 A位是最重要的 但是不代表这一代的利益是最重要的 是这一代现在太急迫了 我们必须马上出枪 马上这个和对手作战 但是呢 下边的结果会严重的影响到左边的价值 同样的它也可能影响到右边地位的这个大长的价值 如果现在这种状况 白旗就手脚了 我们不要去点眉 没有必要点眉 我们看这个旗的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那么黑旗显然呢 放旗下边以后 它一身轻松 它可以在左边呢 广阔贴地霸有作为啊 这样的话就使得白旗呢 这个运用它的子力 去开张扩土呢 受到了严重的制约 想去纠缠黑旗 传不到了 左边黑旗的潜力巨大 那么你白旗抢上边的话 我左边也会有发展的机会 所以白旗在这呢 这个被黑旗反挂的时候 可能你还要会后悔 说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啊 白旗在下边呢 这个非要逼着黑旗出牌 结果黑旗打完牌以后 白旗发现自己不会 最后继续的愤怒的寻求转换 把自己变得巨厚无比 这个转换呢 黑旗很实在 他把所有能弃的子全部弃掉 换来了在左下角连砍了白旗四刀 挂一个反挂一个跳一个点三三一个 那而白旗在下边所获得的一些利益呢 他是无法跟黑旗的四刀去相比的 那么接下来白旗又要急于利用自己的后二 这个搞一些文章出来在右边打入 他希望黑旗呢 这个傻乎乎的向东方跳 如果要这样走下去的话 那么白旗不仅疯狂的追捕了黑旗 同时呢 他又要获得上边逼迫的大场 这个白旗总算是要 这个透出胸中的一口闷气 可惜呢 这是玩不断的 因为黑旗现在呢 再次摆脱局部的纠缠 选择这个虚得不得了的阵 那么挣过一手旗之后呢 将来的黑旗呢 就会考虑走这个小飞 然后再向其一贴 局部可以是这样来定型 那么保留这一带的手段呢 黑旗简单的棋子以后 在上边一开拆 白旗虽然处处都在疯狂的 这个烧杀抢掠啊 但是全局已经大概落后了 什么原因呢 就是黑旗 学会了气 那么全盘的 刚才我们说ABCD 这四个方位的利益 黑旗把它全部的捋顺了 搞清楚了 该气的气 该舍的手 其他的该拿来 当然照项拿来 那么实际上这盘旗呢 后来我记得是这个黑旗阵的时候 白旗已经不下了 白旗赶快要去抢上边这 然后黑旗呢 在这个左上方飞起来 右边暂时双方谁也不动 大致好像是这么个样子 印象不深 然后白旗要在左边呢 这个打入进入到中盘战队 当然你打入到左边呢 上边将来黑旗也会打入 所以这是之后的事情 至少我通过这盘旗 和上盘旗有一个区别 上一盘旗呢 当这个黑旗的一套组合拳打完之后呢 这个局面就变得明朗了 它呢就能够 把当初的50对50目旗 变成了 比如说好像是75目旗 对50目旗那种感觉 那么 上盘旗的黑旗 解决了最重要的问题 明确了优势 那么这番题当中呢 黑旗在下边呢 那么 他 所以他做好了一个准备 就是我要摆脱这场战斗 我不要跟这个白旗 无休止的纠缠 虽然如果我要走后 我对我也有什么好处啊 但是呢 那样的话局面比较漫长 现在呢 我摆脱了 我卸掉这个包袱了 我把最急迫的下边 所有的利益都给你用的怎么样呢 你要连续行旗 才能获得这个利益 我在左边呢 能够连侃你四刀 那么我这个转换 已经给我换来了 非常有利的发展空间 包括右边 白旗打入以后 黑旗的态度 或者说双方态度都很明确 右边呢 双方都算是虚晃一枪 没人再去纠缠右边了 因为上边 是更开阔的地方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 所以这四条边的利益的 这个转 它不断的变化 是我们一定要考虑到的一个因素 那么我们怎么样让自己呢 总是能够在这种宽阔的局面 这情况下 局面比较开阔的时候 我们有足够的更有力的发展空间 当我们面临的既要有局部的缠斗 又要有 这个我又要给自己呢 告诉自己 我一定要 这个以大局为重的时候 那么 以大局为重 在这个局部呢 我们就要手段呢 就要这个到位 要精确 要不拖泥带水 那么实战下边的黑旗的 就没有拖泥带水 他把一个 漏风的地方 放弃掉了 大踏步的 这个站位迂回 最后取得的成功 好了 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 第二盘实战的战略 再看第三盘 第三盘棋啊 我就来直接去摆 这盘棋呢 我们要注意到的一个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呢 是突破常识的限制 准确判断 控制大局 不过常识线 那么有一些棋型呢 是我们在常识当中认为 它 不是好的棋型 不是好的下方 但是呢 这些手段呢 我们不能简单的就是把它给剔除掉 而是呢 要合理的去应用它 比如说我们来看这一盘棋的实战 这盘棋的实战呢 是一个简单定式组合的布局 白旗开拆以后啊 以往的我们比较常见的布局是黑旗逼迫 白旗跳 然后黑旗呢 先试探一下 下边开拆 不让对手封锁 那么右边呢 你白旗的棋型呢 是有一些缺陷的 你要补你的速度慢 你要不补将来 我要收拾你 这是右边的这种状态 但是黑旗啊 下的很随意 在下边挂脚 那么使这个局面呢 变成了一个 双方各抢两边的一个局面 出现了 白旗呢 抢了到右边那个逼迫 有的时候 其实我们对这个棋型 感觉到有点困惑 就是我们看到高手呢 有这样的机会 他会去抢 但是呢 你给我们自己下回 觉得这是什么棋型呢 这个全是打右边 右边这种状态好吗 啊 这种棋型被称之为富士山形 那么黑旗呢 也走成类似的棋型 这个局面就有点怪 如果白旗配合的话 就会在左边拆 但是这样可以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黑旗呢 会选择一边去震 然后再抢嚣张点 那么选择一边去发展 或者是呢 这个黑旗可能会换一种方式 他说我这个 正在右上方 如果你补的话 我在左上再跳 发展上边的没有 这些局部的手段 是我们都常见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盘棋 那么白旗呢 给白旗一个机会 就是站左边 但是白旗不站 为什么不站 我们来看一下白旗选择的是什么 看下边的几手棋 白旗呢 是阵头 黑旗小间 然后白旗压四路 所以一看 这个白旗去压四线 压四线后推车 这是我们在平时 这个可能我们要是教导自己的孩子啊 或者自己的学生啊 或者告诉自己的这些企有啊 说你们不要随便压四线啊 这个四线不要随意压 压给对方的空太多了 给对方的空太多 你自己的后势能不能有效的利用呢 这个不知道啊 这么远来 还有一点呢 就是千万不要走后推车 你在后边压着对手走 对手在你的前边又能发展呢 得的地又多 你自己在后面就是跟着吧 做跟单吧 那么这是白旗接下来的手段 就是先来飞阵这里 然后呢 拖一手旗 做个过门 下一手在这里跳 是这么简单 白旗没站左边 而是抢占了右上的嚣张点和右下的嚣张点 那么在右上方的时候呢 这个骑行其实打苦多的骑友呢 也能 也是哦 这个好像不是很特别吗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 这个是我们见过的高手场下的一种骑行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要是不去打苦去了解他呢 可能我按照常识的一些观念呢 那么白旗这几部戏就是损 很损 压赫路空还是后退出 但是为什么白旗要去下 因为他是此消彼长的要点 有的时候我们抢占天王山的时候会很困惑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你在发展时候也使对方变成坚固的实地了 这样的方法到底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 有的时候我们是很困 更多时候我们是很困 我们会去考虑打路 而且有的时候对于自己的战斗力不脱离 如果我打路做活 这个成功率会高一些 如果对手打路我 让我净吃他 或者通过攻击他得到足够的利益 对我来说是比较难 所以在选择是否抢占天王山 还是选择对阔的时候 很多旗友在一定的阶段 他会考虑选择对阔 原因是什么呢 一方面是不太理性的恨控 另外一方面是对自己的 抢占天王山所能不能把握这个局面 是不脱底 没有更精确的形成判断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目前这种状况 白棋这样下 给白棋带来了什么 那么黑棋呢 也是堂堂正正的在下面应对一招棋 请注意 我这盘棋是我自己的实战 我的白棋 我的对手呢 是一位业余三段的小朋友 在一城大概是一城五段要强一些的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棋力 就是我们这个讲座当中的 所针对的一个目标群体 其中的最高水平的这种状态 那么黑棋手段都不错 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但是在这之后呢 这个局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我们来看一下 白棋打入 黑棋呢 砸金 然后白棋盖住 黑棋挺投进去 双方在这个局部呢 就这么简单的交流了一下 交流一下 清德说 哎 你看 我能把你吃住 白棋说 可以啊 我把脚守住 我取了外食 然后白棋在上边一盖的时候呢 黑棋又不想让白棋借力 所以最后选择了一个单退 然后白棋在左边一拆 这个棋走到这以后呢 全局的形势呢 明了了 时间的关系 我们不再去点确定的空 那么怎么明了了呢 就是黑棋形势大差 啊 为什么 因为黑棋没有对未来局面的发展 做一番评估 他只是简单的觉得说 你站两边 我站两边 那么我再发挥我的这个先行的优势 这不是完全可以的吗 但是白棋在右边 在在右上 在右下 都抢在嚣张点以后 在左下 又抢在了一个嚣张点 在左上 又抢到一个双方嚣张点 然后再把左边一封口 这个黑棋就要 感觉这个形势要大败一样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或者说怎么样预防这种情况的出现 首先 就是黑棋 在这个布局当中 他有一个 问题的 这个有一部其实很有问题的 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在高手的对局当中 我们在很多次的打扑当中 我们似乎看到了黑棋的下一招棋 就是这个B4 那么显然呢 它是 有很 有一定的根 这个缘故的 甚至我们看到 会看到什么样的局面呢 这个局面 居然就直接打入的都有 如果大家 有的棋 我特别爱收藏 收藏这个反天游南的那种系列的讲座当中 其中有有这么一个有这么一个部分的讲座就是讲这个棋行直接打入 这种布局直接打入 他不仅仅是恨控的问题 他直接把左边东西解决掉 因为你白棋盖住是常识 我站着两边东西有力 我就走这个 哇 然后就跳回去 你白棋终究是有断点的人 你白马还要赌 那么黑棋呢 先狂捞一票 然后再说别的 这个甚至成为一种套路 包括尤其是现在这个韩国棋手呢 所以这一类的手段 研究这一类的手段也是情人的主动 走得很直接很干脆 那么他显然是有一定原因的 就是想实战的这种棋行 被白棋逼迫以后 白棋右边的扩张呢 刚好是压制着两边低位的黑棋 那么再有一点呢 我们看这个局面呢 走到这里的时候啊 这个白棋去震 黑棋保住上边可以理解 保住下边也属正常 那么为什么右上角白棋这个后推车 压四路他不亏呢 一个是他本身是天王山嚣张点 另外还要看到上边黑棋这个棋行呢 他实际上呢 是白棋能够接受的一个棋行 他略显重复 因为他后视的四路挺头 和当初的四线拆边 他们俩有一点重叠 效率不够 上边黑棋非常喜欢 把中间这颗子插插掉 然后呢 在这样的两个点上摆上黑棋 那上边黑棋的效率就 完全是两回事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黑棋上边的棋行有些重复 所以白棋可以考虑取压 那么再有呢 在下边打入的时候 等一下 这个棋在下边打入的时候 黑棋的招法过于简单 很天真 就是走一个定势 那下边这个地方到底怎么办呢 我们在这个时候其实也要有一个判断 什么判断 首先 我们来看一下黑棋的状况 黑棋上边的状况呢 我们大体上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来看一下上边黑棋有多少空 20 22 24 25 26 27 28 23 23 32 那这块空30目一点问题没有是吧 30目没有问题 那么右下方呢 我们也给他画一个边境线 我们大体上也可以给他画一下边境 因为考虑到右边白棋有牵手小尖 然后斑竿的手段 这块空呢 是18 19 20 21 22 是不是 不是 16 16 17 18 19 20 这块是20 20加30 全体50 没有确定空 那白棋有多少呢 这个时候我们首先要看一下 右边 右边是一种什么状态 右边的话 轮到黑棋下呢 我们看一下轮到黑棋下 如果一般的分寸对他进行浅销 那么黑棋呢 右下角先手小尖 右上角 我们都把它看作是先手 请大家快速的数一下这个右边大概白棋有多少目 这右边有多少目 5 6 16 17 18 18 22 22目棋 23 25 22目棋 以上 那么左边到底有多少 左边这两个白角 如果他一拆边这个目数多得不得了 左边如果白棋站住的话 那么全部一手棋守住的话 这个白棋的目数明显领先 这也是白棋赶在右上这个飞压的一个原因 就是我右边的空即使再少 这个也是在 22目以上 那么你黑棋上边保住了 右下方 这个二什么棋守住了 但是这些你不够 因为我这个左边 如果你让我拆边走一手棋的话 我如果能成为一手棋成空像实战一样 这个黑棋呢 还是不满意 所以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黑棋呢 虽然白棋左边现在还没有围住 但是我要提前想到 如果我按着实战的下法下 我下边固然可以再增长一点空 但是左边白棋走的太多了 怎么办 这个时候的黑棋呢 应该考虑到什么 要作战 它作战的原因啊 还是什么 还有一点 就是白棋像这种飞呀 或者拖的手段呢 它不能破黑棋太多的空 关键是这个白棋必须也要跳出去 不然这颗子就平白不顾的死进去也不行 但是如果双方竞相出头的话 白棋在下边呢 这个继续扣黑棋的能力呢 并不是很强 但是 黑棋可以顺势的走到左边去 那么左边像刚才那种白滑滑的 白茫茫的一片呢 是消失的 这样的话 黑棋在实力方面呢 至少呢 它还可以慰藉一下 说我当初上边的30米以上的这颗大空 还是跟白棋抗衡的自得 所以现在黑棋要选择对破 当你围不过对手的时候 你要选择对破 那么黑棋被什么困惑了呢 是上边一带 他拿的实力比较多 他困惑了 对方压恨路 他比较开心了 再有呢 很多手段呢 还属于是常实性的手段 使得黑棋呢 有点麻木 有一点这个被阻的 被温水阻的青蛙的这种感觉 他没有感觉出这个局面的变化了 他没有对这个形式进行一个 分析判断 他只是按照一般的手段 去结束这个每一个局部的定型 结果呢 包括上边这个黑棋的退让 被白棋占据左边以后 这个局面 我不去点目了 咱们就用这个 电脑的这个形式判断了 如果真的要是这样为控的话 黑棋就是大败 因为我们现在呢 这个局面没有急迫的地方 双方的棋行基本上都属于是 坚不可摧的棋行 只有边角的关子 而且这个棋似乎迅速的进入到 中后盘了 除了左上角和右边的 总共三处关子 以外 中复于中复这个地带呢 谁也 黑棋是不好为控的 但是白棋还有利于白棋发展 那么这种局面 黑棋马上就要 速败 原因何在呢 就是 他没有突破常识的限制 对这个 很多普通棋行 觉得是理所应当 没有对未来的局面 作为一个形式判断 就导致了这个局面 瞬间 滑向深渊 问题就是这么简单 那么作为白棋这一方来讲呢 我们在遇到这样的战机的时候 就像我们今天讲 我们要把 今天我们要把准优势的局面打落住 那么白棋拆 在右上角去选择这个阵头 那么黑棋如果跟着白棋下 这黑棋就 脸势 白棋就是明确 这个优势了 当然黑棋在 这个过程当中 他可以变招 只不过呢 作为白棋来讲呢 他应该是 更好的去 把握这个局面 即使像刚才这种情况 也不代表白棋不行 一会儿 今天时间有限 我们就不再多去研究了 那么我们看到了 现在看到是 大家各站两边 居然差别这么大 什么原因造成呢 就是我们千万不要觉得 我们会了一些定制 我们把它简单的堆砌在棋盘上 就是好的 我们觉得配合差不多就是好的 我们还要结合很多的 综合的这个判断 很多综合的因素 我们要考虑进去 才能够运用好 所以运用之妙呢 在于新 我们如果不用新的话 要这个 吃很多不必要的亏 刚才有些问 业余三代应该很强啊 对啊 但是他就是在这个环节上 他没有认为自己不妥 也没有做行日判断 就是很随意的把他吓上去 觉得都是正常的招法 但是几招缓过去以后 发现不对 这个时候肯定是来不及 有点被温水煮青蛙那种感觉 包括呢 可能是也是对自己去将来破控有信心 后面事情我们以后再说 今天这场错误 我们就到这里 这场错误了 是 闪花了 是